一片爱心 如今他那匆匆来去的身影 依然每天出现在茫茫的人群中 如今他那匆匆来去的身影 依然每天出现在茫茫的人群中 这是东方台报道的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中央台消息 8月8号历史巨片鸦片战争 在浙江省东阳市恒电镇开机 这部影片将在恒电镇刚刚建成的 能够真实在线明清时期广州风采 和南越独特市井风情的 南越广州街上拍摄 约记这部影片将于明年7月1号 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 与广大观众见面 中央台消息 专门为青少年和小朋友们 举办的暑期快乐天地 96北京国际儿童旅游乐活动 今天上午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 80余件先进的高科技游戏项目 使孩子们大开眼界 少年军事野战营 则使孩子们感受到了征服困难的快乐 山东台消息 山东省合泽地区交警支队 日前向社会公开承诺 为群众提供多种便民利民服务 承诺涉及车辆检测 合发排证 纠正违章 事故处理等九个方面 在实施中车管部门 实行每周七天工作制 保证办事群众随到随办 广东台消息 入夏以来在吴川市城区 即使是港都自行颁布的法例 也不过是奉行英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不过让早期港英官员有些头疼的是 无论大英帝国的法律多么严厉 当他面对这群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时 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他们想到了 应该借用清朝法律中那些残酷的肉刑 英国殖民者一向指责清朝政府的法律残酷野蛮 但在强占港岛的第七天 清华头目义律却向岛上居民发出通告 宣布外国人是用英国法律 华人仍然是用清律 第二任港督德比什于1845年公然说道 敦监狱对华人起不了什么作用 只有皮鞭牧家砍头才是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 抑郁道破了华律制华的真实目的 实际上华人案件在审理时用的也是英国法律 只是在量刑上才是用清朝臣府的酷刑 这根本不是什么尊重中国习惯 而是认为用野蛮酷刑更能起到威慑华人的作用 面对立法局前这尊手拿公平秤 不看贵贱的司法女神 不知香港立法局的议员们会作何感想 喝骨髓醉酒 九天 我做了一个 aquilo 我做了一个